我們剛剛其實也有提到 就是魔女宅集變的中心 還是要講一個少女的成長故事 那就關於這個故事的啟示 燕拓可不可以再多說一點 不論是小說還是動畫 還是真人版電影 那這三個文本 其實它的核心都依然是在講 同樣的就是一個小女孩 一個少女 她離家去生活 那成長以及社會化 這樣的一個主軸 故事設定裡面 他們說魔女一族 他們這些小女生 他們就是必須要在滿十三歲的那一年 他們就要離家去找一個陌生的都市 在那裡 剛剛凱欣說在那裡生活整整一年 那才能夠等於是經過這樣的修行 去成為一個獨當一面的一個魔女 在小說裡面其實就有這麼一段對話 是當琪琪在要出發之前 她就跟她媽媽在爭論一些事情 就是說第一個她說 我想要穿得漂漂亮亮 我才不要穿著這樣黑色的一點朝氣都沒有 黑漆麻烏的 而且她還說我想要把裙子改短一點 現在女生裙子都很短 結果媽媽就跟她講說 要穿成一身黑色 這個是魔女的傳統 而且現在這個社會其實魔女越來越少了 所以社會大眾其實對魔女是有很多的誤解的 所以我們更要生活的 我們更要把自己表現得越低調 越融入這個社會越好 那譬如琪琪她講說我想要去住在一個有很多高樓 有有中塔 有有大車站的地方 那媽媽也跟她講說 可是你如果選擇大城市的話 大城市的人相對都是比較冷漠的 那當然最後琪琪她並沒有聽媽媽的話 所以她選擇了一個不只有中塔 而且有有大海港 然後有有很大的車站的一個都市 到那裡去生活 可是當她飛到那裡的時候呢 當她第一天抵達那裡 她飛行在那個街道上 她就發現下面的行人 看著她的那個表情 不是她想像中的那種很好奇 很驚喜 而是有點不安的 那小說裡面寫說 當琪琪她降 她第一次降落在地面上 她就跟周邊的人講說 你們好 我是個小魔女 我很喜歡你們的城市 我想要住在這裡 結果旁邊的路人居然是跟她講說 好 你要住你就住 但是不要給大家添麻煩就好 所以這個不要給大家添麻煩 這個關鍵句子其實就 它其實反映出現代日本社會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生存的哲學 就是雖然日本是一個非常現代化的 而且也算是完全自由的一個 一個都會 但是那種不要給大家添麻煩 不要特立獨行 不要跟群體中的其他人表現的不一樣 或讓人家覺得你很奇怪的 這一種概念呢 還是根深蒂固的擺在日本文化的那個心裡面 那這其實就藉由這個很特殊的題材 去要去講這件事 那也包括像剛剛講到說 琪琪她說她很想穿得很漂亮 可是最後她還是沒辦法 她還是穿著一身黑色的魔女洋裝 就去去修行了 那在故事裡面 包括在電影裡面 有這麼一個角色 是琪琪她認識的一個 跟她同年齡的女孩子 那這個女生就是就是穿著大大大紅大白的 那個漂亮的洋裝 然後呢 她請琪琪幫她去送一封信 可是這封信到後來呢 卻發現是一個有點有點帶著惡意的 那個開玩笑的那個感覺 所以這個小魔女她是個穿著一身黑衣服 可是她有一顆粉紅色的心的這個感覺 但這個穿著一身紅色的女生呢 她卻有一個有點有點那麼有點黑暗的心的 那種對比 外在與內在的對比 我覺得也是很有趣的 那包括像譬如像飛行這件事情 小魔女的飛行 她講說其實是你是必須要很專心的 當你在飛的時候 如果你心裡面在想別的雜事 或者是你分心了一下呢 你的你就會 你可能就會掉下來 你可能就你的哨走就會直接跌落 那關於飛行這件事 很好玩的是片中的其他配角 每一個都很羨慕 琪琪她會飛的這件事 每個都問她說你是怎麼樣會飛的 那琪琪跟她講說 我也不知道 我自然而然我什麼都不用想 我就是會了 那這些其他的角色呢 譬如像麵包店的師傅 那學做麵包 做麵包這件事就是一個 你要去學習要練習 才會的一個技能 那包括像很羨慕她的 這一個男孩子蜻蜓 那她自己想要去做出 一個會飛的腳踏車 那這個 這個做的過程也是要學習 也是要透過練習 但是我有琪琪她的飛行能力 是不用學來的 可是呢在這個電影裡面 你就會發現琪琪她所需要學的 不是飛的本身 而是怎麼樣去控制她的專心的這件事 因為整個故事從頭到尾 其實就是琪琪的一個長大的一個過程 從一個我們過去都是很無憂無慮的 心無雜念的 沒有什麼擔憂的一個小孩子 那長大到像我們現在成人 你是一個你隨時心中都有一些在焦慮的事情 在擔心的事情 甚至你沒有辦法解決的一些事情 你就是要學著跟這一些 讓你的心思煩亂的東西共處 然後你還能夠過你的生活 所以琪琪她在這一個這一年的修行裡面 也許她所需要學的就是 當她面對這一些不那麼友善 或不那麼如她的義的人事或生活的時候 她依然能夠穩住自己的心情 穩住自己的情緒 然後照樣可以飛得很穩 我想這是飛行這件事情 在這個故事裡面的一個象徵 那最後我還想講一點是 在宮崎駿的動畫裡面 有這麼一個設計 就是說到了故事後段 因為琪琪她經歷過了一些挫折之後 受到一些打擊之後 她突然變得不會飛了 而且她也沒有辦法跟她的黑貓 她沒有辦法跟基基講話了 那這個轉折到故事最後面 她有重新取回她飛行的能力 可是跟黑貓講話這件事情 是一直到片尾都並沒有跡象說 她有回復的 那我記得我從小時候看之後 就一直對宮崎駿這樣的一個選擇感到 感到十分的不解 那後來我漸漸我自己對這件事情的詮釋是 注意看宮崎駿的作品 就會發現在她的各個故事裡面 那一些可以跟動物溝通的 還有可以跟神明 可以看得到神明 可以跟神明有互動的 都是小孩子的角色 小孩子特色是什麼 就是像剛剛說的無憂無慮 而且她的心思她很誠懇 而且她的心思很直率 不但直率 而且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這是小孩子特色 但是這整個魔女才晉變作為琪琪她一個社會化的啟蒙的過程 或者說受到社會化的洗禮也好 這個過程就是讓琪琪她長大了之後 我們說我們所謂說的社會化是什麼 其實通常我們講社會化就是講一個人 她她懂得怎麼樣用一種大人的方式去跟別人相處 就跟別人溝通了 那經過社會化的我們 其實你就是學會隱藏一部分的自己 當你在跟別人講話的時候 其實你會學會你要怎麼樣去避開一些東西 去選擇一個比較取責的 比較比較折中的安全的路 去跟別人溝通 那以換來一個用這樣的隱藏一部分的自己 去換來一個跟別人比較和諧的 比較我們稱呼為比較圓滑的一個相處 所以當琪琪她在整個動畫裡面 她學會了這樣的東西之後呢 也就同時意味著她已經不再是過去的那種 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的那個 很單純的那個小孩子 所以因為這樣子她就不再能夠跟黑貓講話 這是我覺得 宮崎駿她藉著這樣的安排 她想要去表現一點那種 成長必定伴隨著某一種無奈 但是她並沒有做出一個價值判斷說 這是好還是不好 那至於在青水蟲的電影版本裡面 她有沒有有沒有去玩這一個元素呢 我想大家進戲院看就就可以發現 就可以發現 對 今天非常感謝彥拓幫我們分享 我們來摘幾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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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ia is a place where food is at once art at once craft and at once science Brightbox is like home We're in a small community but sometimes on Sundays we serve 2,000 people This is an adventure Every customer is a guest in my house Three Michelin star Number seven in the world, number one in the U.S. Grant was always pushing the envelope We're gonna do things that nobody else has done So the two behind you I'm gonna do things that we can do and then we're gonna stop But as we're gonna look at the point of a half of the two